朝鲜国王是疯了吗 竟要抓一个虾子当宰相 没想到虾子竟然事实不冲 眼见任务失败 前来抓捕的官材竟众生跳下万丈悬崖 虾子吓了一跳 急忙追了过去 大骂小伙是疯子 这小伙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大王排行老二的嫡子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证明虾子不虾 原来虾子和大王曾经是默议之交 但不知怎么的 大王继位后 虾子死活不愿意辅佐他 于是大王便派老二来请他 同时给他修书一份 说你既然不愿意辅佐寡人 就验一验老二的城市 他将是下一任王储的人选 如果满意就给他做个老师 满意 虾子当然很满 但王储的人选并非只有老二 进入决赛圈的还有义胜君和宝倩君 老二身后的支持者是母亲领王后 义胜君的身后是外公黄领相和母亲黄书元 宝倩君的身后是母亲荣妃和大王的妈赵太妃 而三方势力中真正的幕后大boss是赵太妃 他先是通过各种手段让儒生们将选票投给宝倩君 让他的票数遥遥领先 以此来打压老二和义胜君 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 义胜君的母亲和外公服软了 他俩请求老太太支持义胜君 为了表示诚意 黄领相愿意交出朝中大臣的任运权 赵太妃表示我下了这么大一盘棋 难道就只是为了增加人手吗 黄书元马上表示 带义胜君成为侍子 他将交出忠公之主的权力 而这也是老太太真正的目的 将所有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作为陪跑的保歉君 无论荣妃如何哀求 老太太依然无动于衷 一个宫女生的儿子也想当王储 而随着保歉君的出局 王储的人选只剩下老二和义胜君 接下来赵太妃要对老二动手 在保歉君出局之前 老太太就给荣妃无限话语 说自己一定会让她的儿子当上王储 然后让荣妃满世界散布谣言 说老二不是大王的亲生老子 天真的荣妃信仪为真 结果到头来竹篮子打水 一场就啥都没老 一时间谣言刺激 大臣们纷纷上厨 要求大王验名老二的阵子 迫于压力 大王只能滴血 但碗里的水早就被黄领相做了手脚 老二的血怎么也融不进去 既然无法证明你是大王的亲生儿子 他也就没有资格做王主 而就在这时 老二的母亲灵王后站了 二十多年的对弈 他早就知道对方一定会暗中死败 所以他让黄领相和黄书元这对妇女也做一次鉴定 但有个条件 就是必须使用和刚才相同的水 老黄脸都绿了 结果可想而知 这对妇女的血也没合在一起 既然和谐法无效 灵王后提议 他倒是有个办法可以验明老二是大王的亲儿子 啥办法呢 摸耳朵 他先是让五个王子一致展开 然后说大王的耳朵后面有一块特殊的骨头 王子们大多遗传了这个特性 想必婆婆赵太妃您也知道吧 老太太不耐烦的说当然 那么既然如此 就请您亲自确定孙子们的耳朵 老太太没搭理他 而是直接问你 灵王后说的办法可行 御医回答 根据遗传学的原理可行 于是老太太 依次对王子们的耳朵进行确认 老二确实是大王的亲儿子 但当他摸到异圣君时 却摸出了个惊天大王 这个孙子并没有那块特殊的骨头 他转头看向黄厨远 对方的神情马上紧张起来 但老太太并未捅破这层窗户子 只是说所有的王子 都有着和大王一样的额骨 所以最终成为王宠的是老二 老太太再大方也不会傻到 让外人摘了自家的桃子 虽然灵王后凭一己之力 让儿子走上了侍子的位置 但你的死对头赵太妃可不会轻易认出 接下来两人要争夺的是 是指非的 那对方的法仰争备 分别我 让对方的